好 回到蓝宣时经又到了每个礼拜五我们的单元 那在今天的单元的话 不管是青春作伴也好还是梦想人物也好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邀请到是一个我的好朋友 那他在算是人生的下半场 开始了一个对他自己的生命来说 或者对我们的媒体工作者来说 是一个很奇幻的新旅程 那这个新的旅程结合到了现实商生活当中的旅行 但是也开始走进了台湾历史的一个时光旅行 他是王文静 我们来待会儿跟他聊聊他到底做哪些事情 都还蛮好玩的 文静早 蓝宣早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喜欢你刚刚说的时光旅行 对不对 而且那是一个回溯台湾如何形成现在的面貌 然后大家可能慢慢的有点遗忘的一些曾经有的过去 所以过去其实文静我们早上来聊的时候 然后他周游列国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的话呢 过去这两年就开始在地探索起来了 我看过你去金门派对不对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 但陆陆续续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一个脉络了 所以呢 对我刚忘了介绍他 他现在是品味思俗的这个创办人也是总策划 所以慢慢的你就透过这样一个你成立的战事工作室 来开始去爬树一些你想要做的一个你自己的下半生的一种特别的旅程吗 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过去做的很多事情是服务人们追求成功的知识 跟追求财富的知识 我觉得台湾富了之后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富额号礼 这个我们讲的好 号礼的礼不是礼貌的意思 是文化 是文化 那我们跟其他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方的人 能不能从富裕之后进入有文化抵御 这文化抵御是包括了对历史的爬树 对于美学的涵养 对生活的讲究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在人生之后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我也相信台湾的不同会来自于这一层 一定我觉得是 那你看那个从穿着就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早年大家就是显示我有钱了 就是把大大的名牌穿在身上 怕别人不知道 慢慢慢慢大家用很便宜的衣服 也可以穿搭出自己的风格和品味 那就是自信 那就是美学的涵养 那这个就是生活的品味 不是靠外在的logo来形塑你是谁 同样的也是 那这个东西要能够看得懂 所以这个是要生活的一些品味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挺有趣的 那你怎么选择去 因为你除了这些自己的一些人生体悟之外 你也开始去拍摄一些台湾呃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些文化跟历史嘛啊 那你选择譬如说像去金门呃拍了他的一些呃他的建筑啦牌楼啦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大堆呃这个金门人到处去经商然后制服了之后呢就回来盖洋楼哇这个洋楼的代表的是一个呃荣耀归乡的概念 然后当地如何的呃就是嗯去追追思这些人那其实你现在又开始去拍了其他不同的地方嘛啊 像最近我们在看的就今天要邀请文进来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呃茶荆茶叶啊这个过去的茶叶一段时间就像金子一样啊 那事实上刚好这个时间点也跟公共电视打算要推出茶荆这个大戏啊等于是继斯卡罗之后一个属于台湾的本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呃算是一个年代的缩影吧啊 哎怎么刚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对这个有兴趣我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就是在去年开始用品味思俗这个概念做了呃春夏秋冬四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夏部曲在夏天当面包遇到香蕉啊有这么上次有邀这个文进来聊嘛对对东部曲就是你刚提到的一座千年古岛的世界四大东景奇景 嗯然后春部曲就是走一条路177公里从台湾最高山到历史的源头1624年嗯秋部曲就是现在的茶荆之河啊在中国大陆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古道嗯中国的思路大家都觉得说哎从敦煌然后到欧洲啊经过中亚这一条思路但是你知道在台湾也有一条世界的贸易古道这条古道就是这一条古路是从台湾的山区嗯好以茶叶为主的这个山区的运输就是在台淘云的大西台地嗯然后辞通纽约 辞通纽约的意思这条河就是当年全世界需要茶叶的那一个盛世的大时代台湾是全世界极少极少能够生产茶叶的地方嗯所以台湾北台湾的崛起蓝轩是台南人嘛嗯在1624年400年前当时台湾大概早期的前两三百年都是以南台湾为主嗯 对因为茶叶北台湾崛起了翻转嗯那那就是因为台湾在山区的茶叶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出淡水河一直到纽约第一站是到纽约开始迈出去了嗯那一年1860年是台湾历史很重要的一年从此以后台湾就有一个产品是可以就像今天的台积天的晶片一样哈哈哈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所以那是有一条护国神河 跟茶叶跟物资嗯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很好玩看了文静的文字之后我我才想因为事实上我对这种历史啊或者说这种呃文明的探索都蛮有意思的嘛哦所以我其实去过大溪大溪的古镇然后我也知道大溪产茶然后呢他现在不是有个茶博物馆吗也弄得很棒哦但是哎没有去想象过这个地理上的呃条件就是说他从淡水河是一路往上走的他是呃大汉溪是不是对呃我以前地理很差 哈哈哈哈哈哈我也对我也不好而且原来是像东起来的哦呃呃台北台北以前是一个湖嘛台北湖对没错湖水退去之后留下了河主要河就是淡水河淡水河有三个上游一个就是关渡汇进来的基隆河另外一条是新电溪另外一条是大汉溪所以整个台北河的流域有三条上游那我现在谈的就是其中网就是大概是在江子村 所以附近板桥附近江子村那个附近啊大汉溪他就往大汉溪上去在呃大汉溪跟新电溪汇河的地方大概就在板桥江子村那附近嗯嗯嗯变成了淡水河所以淡水河是从那个地方哦大家每次经过滑江桥就滑江桥滑江桥滑江桥你就不知道说淡水河台北的母河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就开始下去然后走到关渡的时候再会基隆河所以等于是三条上游汇聚在这个地方之后呢就从淡水 我们刚讲但是以淡水河的名义出海就是了出海出海那为什么只有大汉溪这个地方是产差啊其实他啊啊基隆河也有啊啊新电溪也有啊那因为我这次在做的时候因为啊大汐是精彩的啊而且他的船当时嗯你你你你大概现在很难想很难想一路可以开开开开开到那个地方去对对对他的精彩在这地方现在你看啊船稍微大点到大道层就差不多了是啊是啊好那当年是可以到桃园 嗯而且桃园大西那边是台地哦所以还可以上行上去你可以想见当时没有淤积的时候那个水量的丰沛的状况嗯嗯那曾经是千帆盛况在那边我看过那个旧照片嗯现在完全你很难想象你今天如果所以他沿着那一个河今天在那个河岸虽然已经没有办法行船但是你还是可以依稀看见他当年码头的状况嗯用什么来看呢 他的船旁边岸旁边马头旁边有细船石细船石就是绑绑船的那个石头蓝绳淡水也有嗯大大西的也有大西内有一排呃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如果你两边的河岸都去过大汉西也就大西的细船石非常巨大嗯大概有这么有大概有100公分高有的100公分 我们的腰喔然后是很大可以很大但是在淡水下游了哈他挨挨的就是我们一般所有的河岗海岗都有戏船石嗯嗯嗯对就是一般我们所看到那为什么大汉西的这个这个细船石那么高 숨我问当地人当地人的说法是说那个地方刚好是河湾所以它非常湯极所以船不太棒不太棒所以力道要够大所以石头要够高够壮呃 这个是我问他们的说法 而且你刚刚讲说他是台地嘛 对不对 你去想像水是往下游的对不对 那船怎么往上行 所以他要拉吗 往下游的时候没问题 对不对送货的时候很快 就台湾的查经盛世大概是 我刚刚说了1869年 我们如果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他历经三个朝代政权 剩了三个政权 你说从清朝开始 从清朝开始1869年 1869年的186为什么是1869年 因为1858年我们战败了 所以淡水和被迫开放 开放五口通商跟相关的港口 其中一个衍生的天津条约 其中的一个就是淡水 所以洋人可以进来了 洋人进来之后 他们就来找生意做 那来到淡水之后 其中一个第一批的洋人 就是我现在说的约翰陶德 这一个英国人 这英文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本来是来找章树 台湾的经济是从章树开始 然后走到大西的时候 他就看到说当地有野生茶 然后就让他有一个灵感 说那茶叶全部集中在中国 能不能把好的茶种 茶苗移到这边来生产 那就有更多的可能 这个市场这么大 为了英国的需求这么大 然后英国殖民地需求这么大 所以就这个陶德先生 对约翰陶德 约翰陶德就有了这个灵感 所以这一个英国人 就改变了台湾的历史 他就开始找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就是他的买办 就是翻译 就是李春森 今天我们在大道场 还可以看到李春森的 纪念教堂什么这些东西 他的翻译 后来也变成台湾的一带茶商 这两个人后来就被尊为 台湾乌龙茶之父 但是我想这是这样的一个开始 所以他们引进了 从福建引进了茶苗 然后引进了制茶技术 引进了人才 然后还金融贷款 因为一整个体系都要有 所以他把整个建置起来 那也因为开始 生意可以一直做起来了 所以台湾的几个百年 茶岗也诞生了 茶岗跟茶政 所以我们现在想象一个画面 你现在在淡水河 然后我们做这个1869年的返航之旅 我们在纽约胜利了 卖出去了 起货可居 全回来了 从淡水河往 到淡水河之后 然后换三板船小船 然后走走走走到大稻沉 然后万华 三峡 三峡也是 然后再往上去到龙潭跟大溪 龙潭大溪是一个河的右边 一个河的左边 这是船可以上行到的地方 大溪 然后生产基地是古道 就是张之系路的部分 轨迹 所以重要的生产基地山区 有包括了关西 新竹的关西 再串联到更远的北谱 OK 所以桃竹苗那一带 事实上都是当初产茶的地方 但是传道的了的是到大溪 对 那接下来就透过古道 去跟这些其他的这些桃竹苗的产茶地方去连接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地名里面其实都有隐隐然的带有过去历史的痕迹 就是有水 只是我们现在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它 比如龙潭 现在只剩下那一个潭 三峡应该是个峡湾 对不对之类的 所以文静带我们这样穿梭了 也是一个时光的旅程 也是一个茶经之河的逆流而上的旅程 好 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相关的据点 我们待会儿都来跟大家聊 到底这个茶经岁月是什么样一个局面 马上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的品味私塾的总策划 王文静来聊天 我们在聊的是茶经岁月 这个对台湾来说 有一条河他运输了 也是等于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筋脉吧 运载的是台湾那个时候几百年前的凡胜一时 那我们现在我刚才在跟文静聊 其实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台湾的历史就很可惜了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 因为国务党执政时期 然后就当政者写历史 所以他相当重度的 是带着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历史而来 所以对于我们曾经念过的 台湾的本土历史来说 就是几个篇章带过而已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民藏主政时期 又非常大量的 这个就是去找出自己的本土 但本土就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他又又带有一点 他自己的认为的一个意识形态在里面 所以变成台湾的历史 你就很难非常完整的被还原 如果你是依据你自己的政治喜好去读历史的话 但事实上台湾的历史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汇聚 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各个国家在很早几百年前就已经都来了 去断掉这方面我觉得就很莫名其妙 那你也不可能断掉过去台湾那么多的一些各个国家 那时候尤其什么英国啦西班牙啦葡萄牙这些都来了 我觉得这样都不够完整 都过度的偏狭 对啊 所以文静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跟现在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一些 不管是史学家 或是一些我们现在通俗的 通俗剧的一些编剧们 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就尽可能的去还原它 对不对 当你越探索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 因为以前我们在教科书里头 我们没有读到这一段 当我开始有能力可以去旅行的时候 又都到国外去 所以其实是空白的这一段 然后开始这两年有这样的机会 时候我才发现 我们从有文字记载的1624年开始 这四百年将近四百年 我们历经了五个政权 从荷兰日本郑成功满清 然后日据到民国 我们在这个五个政权当中 其实从建筑物也好 从文化也好 都有很多的被遗留下来 那很可惜的 现在旧的东西很多都不见了 但是依稀依稀还是可以有一些 我们现在就从查经之河的 百年查证或百年查港 我们来开始走 比如说大家都去过淡水 但淡水不是只有阿给 就像我说 大西不是只有豆干 北埔也不是只有市干 那如果你看看淡水 淡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文化的地方 整个淡水分两区 洋人区跟汉人区 用马街公园来做划分 最早是汉人先来 然后后来洋人来了 在1862年开港之后 洋人来了 第一个英国领事叫斯文豪 那斯文豪来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猴猫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三百年的古迹 猴猫城 大家去猴猫城 望了门口 大家都忽略门口 有个很有趣的小石头 下次你再去的时候 你可以去 因为从猴猫城 再往上那条真理街 你基本上 如果慢慢慢慢逛的话 走在那上面 其实就是回到英国老聚落的感觉 那就是洋人区 那就是当年的洋人区 因为英国人没有跟汉人混住 然后他们住在山坡上 怎么走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走过一次 就是有一个小小窄窄的 十阶往上 十阶而上 是不是那边 它可以是一个sicle 所以如果那条路径 你不太会走的话 没关系 你就走猴猫城 你从猴猫城那条路往上走 那一路就是缩影了 英国人来的那一个聚落的状况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就是猴猫城 如果大家先把画面到 在猴猫城 猴猫城呢 我刚刚讲 1869年是改变台湾 非常重要的 那猴猫城的前面有一块石头 这一块石头呢 是一个烂石头 但这个烂石头上面呢 写了几个字 那一个字代表了一些意义 它很重要写了 VR 1868 VR 对 其实好像AR VR虚拟实现过 这时期 Victoria Victoria 维多利亚时期 女王时期来的 戒碑 这样子 这是我的领事馆 画地戒那个戒 1868是英国跟清朝 乘租了英国领事馆 就是猴猫城 所以它在那边 但我现在 即便我现在告诉你 那边有个戒碑 你去到那边也不容易找得到 真的啊 多小啊 它不大 但它不面对着 虹猫城 它是有点侧身 这样子 然后你 因为你大家一定都会被 虹猫城的那个大门给吸引了 所以就忘了这个 有一个告诉你 这就是我 女王陛下来的 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你大家再有一个想象 我看过一个旧话 虹猫城 就是那个戒碑以下 在以前淡水河即盛的时候 那现在是马路嘛 全部都是海 所以海是河 它是非常宽的 所以1868 现在我们再看1868 后来就是慢慢淡水河 就两岸填 一直在填 就是填河 所以如果你再往下走一点 就是后来填出来的海关码头 也是湿定谷迹 新北市的湿定谷迹 海关码头 当年茶船 往往反反就在那个地方 增税 就是那个海关码头 那海关码头的前面就有15个 另外15个烂石头 就是细船石 我刚说的小小石头 所以这一加15个石头 说明了当年台湾 国际化的第一步 因为表示有商运了 先是官员来了 后来是商人来了 后来传教士也跟着来了 然后反映在建筑屋上面 就是我们从红毛城 往上走的那条真理街 这条真理街 很大部分就是 因为有很重要 在那个年代 有三个英国人 一个我说第一个 就是斯文豪 就是第一个英国领事 这个当年人不多 所以每个人都身兼素质 以斯文豪来讲 他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角色 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后来变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家 今天台湾的很多 特有种的鸟 都是来自于他的发现 包括蓝富贤 包括了 我还写过书 对不对 我记得 他有很多的被记录 但是呢 因为他一个是官员的身份 另外一个是鸟类 因为他发现的鸟 迈向国际之后 因为是他在国际发布的 所以这些鸟的英文名字 都跟他有关 都有他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鸟的英文名字 都有他的命名 那但是他在正式 中文官员的翻译叫 渠和 然后他的鸟类这个翻译 的这个中文汉译 叫斯文豪 所以政治人物 跟生物鸟类学家 从来不知道这是同一个人 到近代才发现 原来这个斯文豪 就是那个渠和 我再补充两个的 一个是商人来了 就是约翰陶德 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马杰 马杰来的时候 对人生地不熟 所以他后来跟 跟约翰陶德是好朋友 就是他能够立足 其实早年是约翰陶德 约翰陶德可以说是当年的 第一代洋商 第一个头号洋商 那他还有两个官衔 一个是美国副领事 另外后来又当了 荷兰的副领事 你想想看政商 美国跟荷兰 不同时期 不同时期 你可以想见当时 就是政商不分 所以我是商人 我如果拥有一个 政治的一个头衔 不管是真的假的 但是就有一个头衔 他就好办事 那这个是他 OK好 我们谢谢大家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的王文静来聊天 我们来聊的呢 是沿着这个茶津之河 淡水河往上走 所以淡水这个地方 现在还有任何跟茶 有关的遗迹吗 基本上并不多了 好像不太 因为他主要是一个国际商港 当时重要的制茶的地方 是在大岛城 因为淡水它的平地不多 所以它每一副地都是山城 大岛城相对是宽的 那当时的第一大城 其实是万华邦嘎 但是为什么是大岛城 后来变成台北的 就是实在大岛城 这里头也谈 我们从企业经营来看 就是保守势力 跟创新势力的竞赛 当年本来最早的茶厂 是要设在万华 因为万华最繁华人最多 所以当然会设在那个地方 可是万华的人太排外了 所以包括了约翰陶德把茶厂 他带着他的买办李春森 在那边设茶厂 就是被万华人给排挤 当地的事 排挤到发生了 甚至要动用国际势力 来去让他的茶厂给盈育 但是这个东西 后来没办法持续 也做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新势力 后来就退到了旁边的小聚落 叫做大岛城 就是大岛城了 那谁也没想到 这就是大岛城跟万华的 兴衰的决胜点 的关键点 后来这里 因为茶厂就是未来的心境 你就想说新竹科学园区 台积电要把厂设在哪里 他本来设在万华 但是设在大岛城 因为被万华人赶出来了 只好在旁边的大岛城 大岛城人 也是因为被万华人赶出来 所以他的包容性大 所以后来就变成台湾的繁华 都在那个地方 OK你这样讲就通 所以现在很多的茶厂 其实留在大岛城的那些 很漂亮的洋房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很喜欢去大岛城 过往会发现说 最多的就是茶厂 因为后来有钱人都在那地方 日据时代做一个统计 台湾万员户 银员的万员户 有十一位 我记得有十一位 其中有七位住大岛城 哇 这个就像现在亿万富翁 多半做竹科 类似这个意思 对不对 OK好 所以这个淡水河 再往上走 就是大岛城 现在留下非常多的茶商的风华 那再往上走 我们可能就比较陌生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多花点时间 讲到大西 对不对 那三峡其实没有被留下太多 三峡有老街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为什么我这一次在规划茶 金智和旅行 我跳过三峡 其实三峡我也看过 然后再往上 其实大岛城再上去的 脚板山那边也都是 有两个原因 如果 如果你看过了大西的老街 然后你再去看三峡 我希望三峡人能够包容 我接下来讲话 大西那个老街的牌楼才真是精彩 事实上我同意 因为三峡我反而只去过一次两次 我大西比较常去 因为我家人现在住住桃园 你在写说就讲了 像中间有个叫蓝室 对对对对 我们家姓蓝 我们特别住 哇他那个洋房 巨雅的 对不对 那一进一进进去 那里面的一些画在上面的一些古画也好 然后他那个牌楼上面的 雕的那一些细节也好 都是比你想象中的来的更加的繁华一时 是当时的洋人 负责把茶叶卖出去 当然主要靠洋行 那这些洋人呢 他们洋行会设在大稻城 然后另外就会设在茶叶的集散地 上有集散地就是大西 所以这个大西因为他很接近生产基地 包括从关西 包括从北埔来的 都会到那边做集散 所以他们在那边也会设分 所以在那个地方相对了 就因为大家在那边抢货 跟做集中 而且运输下去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精彩的洋楼的牌楼 那现在我们在看那个牌楼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说不上来 后来有一位教授导览的那三条老街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先讲一下大西的历史 因为大西当时在那个年代 河流就是高速公路 所以沿着河流 跟今天沿着捷运 就是房子贵的意思一样 沿着河流旁边就是有聚落 那大西其实在茶叶之前 因为航运的终点在那个地方 他有樟树 早年是有樟树 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聚落 山上物产的集散地 所以早年是樟树 后来是茶叶 那当时的第一家族首富是林本源家族 就是板桥林家 板桥林家在发迹之前的更早是在大西 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板桥林家的房子的盖起来 那么现在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你想见在大西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房子叫通义地 那个通义地四公顷 简单来说 四公顷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有多大 反正就是大大大 今天的大西国小 还有对面的那个体育场 我不知道是棒球场 那个体育场都是当年他们家的 现在当然已经都没了 今天的老街的部分也是他们家的 反正举目望去 大概我看到那个旧的那个城墙图画出来 那就是板桥林家的发迹地 通义地 他们后来离开这里才到板桥去 对啊 所以我觉得文静形容的非常好 你说呢 大西就像是山里头的大稻城 基本上通常河流都会有集散地 就像我们看到嘉宜的大谱一样 曾文西下来就到平地 山上猎人 周族的猎物 兽皮 然后到这边跟汉人平地交换 从这里开始运到安平 所以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集散地 在淡水和上游的集散地就是 就是大西 然后大西 所以他聚集了很多的大商人 洋商 所以才会有 你看台湾的这个建筑 早年当然有钱就是清朝那个敏市建筑 那个样子 或者我们看到洋楼 金门洋楼那个建筑 金门洋楼那是已经混了洋楼 早年就很传统的敏市建筑 后来呢 做了国际生意 我见过世面的哦 所以我会把我家的建筑 放上很多国外的符号 就是我们当时做国际生意 反映出来的 仿巴洛克式的建筑 那一个牌楼是比建筑物本身 要贵两三倍的 所以没钱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个奢侈 然后再想想那个年代 那年代每一个牌楼都不一样 那个年代没有门牌号码 所以你住哪里 哦就住在那个有三只鸟 因为你叫做凤凤凤就说你叫许凤凤 所以你们家三只鸟 3只凤凤 就是他家了 我会用我的牌楼去辨识 我住在哪里 比如像我们刚刚讲 板桥林家 就林本源家族 他是那边的大地主 所以他的家 他又很有意思 你看他的牌楼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你下次再去的时候 注意一下 他的牌楼简单到 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总统 我也不一定要 在名片上面写总统 全台湾谁不认识我 所以我只要写个蔡英文 我不知道蔡英文的 名片上有没有总统两个字 应该是没有 所以我只要写名字就好了 那是一个字型 板桥林家 在当地收租的那个地方 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两个算盘的那个珠子 然后跟日志的一个 算盘的珠子吗 那也很有味的 这财源广进的意思就是了 太好玩了 OK好 我们休学的再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联讯时听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 王文静来聊天 那这个茶净之河呢 我们走着走着 从这淡水到大稻城 到三峡到大西 终点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转进 就要透过古道 透过山 山进 这个转过去了 所以就连接到客家部落了吗 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 我们整个台湾的 茶净岁月的盛事 大概是从清朝 后来进入了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一样把这一个当成重要的产业 嗯好 那这个重要的产业当中 因为日本当时重要的政策 就是台湾以农业为主 所以他他的重要产业当中 他就扶植了客家势力 所以当年清朝的时候 这个势力是本地商人跟洋人的势力 然后到了日治时期 但是本地主要是福建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稻城 如果进去大稻城 看他们画的一些画 其实都跟福建很有渊源 但是到了晚期的第二代茶商的崛起 日本人刻意扶植 就是客家势力崛起 他排除了外国势力进来 所以客家势力 在山上的客家势力崛起了 最重要的两个百年查证 一个是新竹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北浦 加哈新洋楼 你刚刚讲的公共电视的 茶经这一个电视剧 他的主角就是讲北浦江阿新洋楼 也就是当年被誉为茶虎 老虎的虎 茶虎啊 对茶虎这个商人江阿新 OK 那这个家族的一些留在当地的东西都还在吗 我们先讲这个家族 基本上他们这个家族有多旺盛 北浦的开垦就是来自于他们家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东西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跟海角七号同一个年代的一部电影 同一年的一个电影叫1895 就是那一部电影 全台湾的公馆现在都没有了只留下地名 哦是只有这个地方 金广福公馆是唯一留下那个建筑 拓库 公家单位的一个房子就是了 拓荒的收租的地方 因为当时拓荒通常都是民间的势力 是民间不是公家 他们通常都是带有武力的民间势力 家族势力 所以为什么要保全的概念就是了 189他们有军队 意思是军队 早年的有钱 对对 那我们再谈说 那这个家族等于基本上江家就等于 几乎是等于北浦了 然后到了近代 他们家族传了很多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 你今天到北浦还可以看一个庙 也是古籍 就是慈天宫 那个慈天宫有两个精彩 第一个精彩是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竟然有拜人 就是拜江家的祖先 哇 第二他顶上的简年 就是那个我们庙宇上面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装饰 装饰跟玩偶那些 对那些东西都是用碎 就是东方马赛克 用碎碗去做平贴的 这个慈天宫的简年也是全台湾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你要好好去看就看到他真是美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但是拜人我觉得这实在是 代表他们家实在是 势力太庞大了 查经这个故事里头有一段台词 也讲了他们当年的盛事 就是我们家的土地 这个鸟鸦飞出去 飞三天都还飞不进 他们家有一个 那个现在北浦有一个地方 所以跟那个大溪的四公顷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不对 类似 当地北浦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名 我忘了叫什么地名了 但那个意思就是跟马有关 马 马匹的马有关 为什么跟马匹有关 因为当年江阿兴家族胜的时候 就他还没 他还没结束的时候 还没破产的时候 他就有 他见过世面嘛 所以那个房子盖起来就是盖洋楼 盖洋楼他也 他也有那个马匹进来 英国人不是骑马吗 他也有洋马 那他骑马 他有一次骑到某个地方就跌倒了 这是大事情 后来 这个地方的地名就是用马 真的啊 意思是说江阿兴最马之处就是了 对 你就可以想见 以人去影响当地的地名 OK 所以北埔的碰洪碑也就是在当年那个时候 东方美人茶 对对对对对对 运出去大家国际当中最最喜欢的嘛 对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也是现在台湾最贵的茶 最贵的冠军茶一斤一百零一万 曾经有一年的冠军茶 真的?假的 我当天还去了茶王 现代茶王那边 看那个这么贵的 你说当年的一百零万的时候 还是说现在 不是现在 一斤冠军茶 东方美人茶 哇 那他有没有让你喝一口 没有 那么的一口千斤了 真的是 OK好 所以真的是听起来很精彩 我觉得很多很不必要 就是说你细图用 政治去抹去若干痕迹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很 很不尊重历史 我觉得历史发生过 就是发生过 他怎么个走过来 代表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对不对 就像你看这条茶经纸 他包括了英国人的进来 汉人的进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福建人进来 然后包括了客家势力跟日本 所以这个完整的这一段历史 代表了是不同的人让他发生的 这就是历史 没错 而且这我觉得这是台湾迷人的地方 也是台湾的文化之所以这么的 丰富饱满的原因嘛 OK好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王军来跟我们聊天 谢谢 谢谢蓝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